上期节目我们介绍了1996年发布的毁灭公爵3D 游戏对整个业界造成了冲击 刷新了玩家的三观 赚得瓢盆满波的3D Realms公司 激动地宣布第二年将推出游戏的正统续作 永远的毁灭公爵 而后来的故事相信很多玩家都知道了 第二年永远的毁灭公爵并没有如期到来 而是开始了漫长的跳票之路 此后的每一年大家都能看到游戏上市的消息 那它却就是不会到来 在永远的毁灭公爵跳票期间 电脑硬件的图形接口从DX5经历了6、7、8、9、10、10.1和11共7次大升级 其中架构改变了三次 不断提升的技术让永远的毁灭公爵开发人员反复推到游戏重来 最后终于拖垮了3D Realms公司 正当广大玩家认为毁灭公爵真的成为了永远的时候 2K Games突然宣布接受这个烂摊子 并且决定在201年发行永远的毁灭公爵 可是那些90年就开始期待游戏的玩家到了 如今他们之旅的孩子都会小学毕业了 然而当游戏真正上次的时候 大家发现永远的毁灭公爵简直又烂成死了 爱经的编辑毫不客气的给游戏打了个5点5分 大家期盼了整整15年的游戏连及格的标准都达不到 这些游戏制作人员脑袋的 被翔晒满了吗 他们存在花15年用翔来雕刻作品 但是你知道的 翔就是翔 怎么雕刻它都是一坨翔 真的吗 我真的有必要这么去挖苦游戏的制作人吗 因为当我认真通关了游戏后 我认为爱经的编辑才是托屎 这是一篇超难的游戏评测 这个编辑甚至认为游戏所有的有趣细节都是没有必要的存在 而这些细节恰巧是96年毁灭公爵3D成功的精髓所在 几乎所有的媒体都给了永远的毁灭公爵大大的差评 是的 在2011年 人们心目中的FPS游戏神作是好蓝屋桥段填满的使命召唤系列 而延续复古精神的永远的毁灭公爵在那是不可能获得公正的评价 那些被爆炸坠机洗脑的傻叉编辑根本没有90年代的硬派精神 他们在用使命召唤师的电影风来批判这款从96年就开始制作的游戏 而到了2016年 我们已经立为了那种早就预制好的大爆炸大坠机场面 当我们开始厌倦使命召唤那种游历快餐的时候 也许真该试试这款平分只有5.5的永远的毁灭公爵 去夜市约10 Holloway 将被情功提供stood 事友还都给 we administr yards 因此被对基地游上检查 这保持人越岁有数 Console特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91年的美国游戏媒体认为15年的跳票换来一坨屎 但我们的公爵有力的回击了这些媒体人士 他又连玉米粒都没有消化完的死扔向这些蠢货 虽然公爵可能自己都难以置信为何要去玩屎 上期视频我们讲到96年的毁灭公爵3D就已经可以控制公爵小便了 而这部续作你不仅可以控制小便 你还能控制料数 是的 你很难想象这款游戏这样对厕所有的如此细致的描写 游戏卫生间里面的所有味剧都可以使用 要是你愿意可以来个全套 先舒坦的杀上一泡料 然后挤一些洗手液 然后洗个手 再把手伸到水烘干 最后帅气的照个镜子 在游戏中期公爵在厕所隔间的墙上发现了一个洞 于是他把那玩意儿伸了进去 居然还觉得很爽 但是我经过验证 洞的对面竟然是个熊孩子 游戏最精髓的地方在于公爵梦回夜店 没错 这段场景其实是公爵做的一场梦 你要不信 看桌上那永不停息的陀螺 你就知道这是个什么梗了吧 在这里公爵需要寻找三样东西 泡泡糖 爆米花和圆珠笔 泡泡糖到处都有 爆米花需要自己放进微波炉加热 就这个圆珠笔 不大对劲啊 跟我平时用的不太一样啊 在这间夜店 这款游戏的互动确信发挥到了极致 玩家可以打台球 可以玩投篮机 可以打地鼠 可以和别人玩飞碟 你甚至还可以观看健康教育知识宣传片 你是否还记得 冗德呼唤191期介绍了杀手雪茄里面 有小浩子斗地主的桥段 在永远的毁灭公爵里 也有这个桥段 叔叔叔叔叔 斗地主在哪个房间啊 我斗你斗也 放开我 你这个混蛋 啊 而这两只浩子又在 这一上一下的一看就不是什么震惊浩子 你也许在那吗 公爵为什么变得跟浩子一样大 因为游戏里面的外星怪物掌握了缩小离子技术 公爵受到了感染 就 哇 真是难以逾越的高峰啊 当你控制缩小后的公爵在厨房里蹦来蹦去的时候 你是否想起了松树大战这个游戏 游戏虽然有很多趣味十足的条段 但作为射击游戏 其战斗部分却不尽能力 公爵对抗外星怪物的时候 视角和移动速度给人很不流畅的感觉 玩久了容易头晕 游戏最败别的是后期有一大段枯燥乏味的驾驶款卡 糟糕的驾驶感让我内觉不爱很想去坑 游戏里面的外星怪物也令人物语 这两个居然偷偷的健身 连健身卡都不办 而外星猪看到泥地竟然在里面打起了滚 看来这外星猪的基因和地球猪是一样的 公爵在面对机遇大的外星泰坦的时候 喜欢袭击别人的下盘 你别说这种下山烂的招数还挺管用的 说到烂子 游戏前期有一段公爵进入外星人巢穴的桥段 仍恶心至极 在上期节目 我们提到96年的毁灭公爵3D 有外星人折磨地球女性的场面 在续作《永远的毁灭公爵》中 你能看得更详细 不过鉴于游戏画面本身太和谐 你们还是自己去实践吧 而外星巢穴的门更是让人摸得着头脑 我总感觉这游戏的场景设计应该被玩坏了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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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再看了这么多 你应该对游戏的主角毁灭公爵有了大致印象 公爵是一个行为艺术家 他经常用复印机复印自己的臀部 公爵也是一个纯爷们 当队友推进他使用士官掌的能量护甲的时候 公爵吐槽只有女生才会使用能量护甲 公爵在面对自己的上级领导的时候也完事不公 把炸弹贴在领导的头上 哇老同志你的印堂有血光啊 当然公爵也是一位有理想的进步青年 他的理想是竞选美国总统 当你看到公爵勇敢地击乘了整艘外星战舰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成为了他的偶像 连熊孩子都 叔叔叔叔叔给我签个名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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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5年前那时候的我也年少无知 在制作窘的互换的时候 也对永远的毁灭公爵进行过片面的评价 让我们一起梦回2011年 看看5年前的我是如何评价永远的毁灭公爵的 小生昨天笑话大麻将输了200多块钱 我昨天打麻将输了200多块钱 喂 我都说了别 为什么你还要再重复一遍 因为输钱的人是我 今熬到买马都赢了我30多 好久的运气了 我话说回来 今后我要在可可四川麻将上找回首席 打麻将输了200多算个笔啊 我感觉整个人生都输了 从何谈起 我一直认识着Lucy Liu 每天都守候在她的寝室楼下 我一直默默地等待着她 可是最后等待着我的 竟然是另一个男人和她牵手下了牢 被小生一个了心的怨气啊 所以我决定报复她了 怎么报复我总是又行 最好 最好是什么 我透过了她篮友 可可龙在里面的所有菜 那可去小洞流血啊 都别在我面前逼逼 输了钱算什么 输了感情算 老子连钱带感情全部都输完了 前段时间跳票十五载的公爵终于出台了 这份跨世纪的期待让我失去了理智 我用着省事件用的千元粉钞 把公爵大人增长把她回了家 不久现实再次印证了她的冷漠 这是一款往墙上人时让人全身便秘 月经剥调子宫白带小夜真身的坑屎之作 这停留在过去时的古老画面 就如同牵着我的双手 而且现在穿越到原始社会的老残游戏 外加着如同大小便石井般的狗屎射击手改 这他妈的垃圾玩意儿送给老子老子都不玩 那为什么我还为她奉献了自己的千元大钞啊 为什么受伤的人总是我 难道真的是长相决定待遇吗 等会儿我可是全班公认的班帅啊 帅个屁啊